大家好,我是亮亮 今天是11月28号 下半回到家 第一眼望过去 我的这几盆子乐格外的亮眼 进入秋季了 天气越来越亮,温差也大 它的颜色一日比一日更加的漂亮 现在已经完全脱去了夏日土长时候的那种灰绿色 子子的颜色让每一个头都像一朵紫色的花 这满满的一盆,从上面看下去 就像一个个紫色的大大的花球 紫色本来就是一种带有高贵和神秘感觉的色彩 紫色的多肉对于我们咬肉肉的人来说 有一种可抗拒的吸引力 所以今天我就想看看 我肉肉园中那些紫色的多肉现在都长得怎么样了 华丽风车最近上面这个头旁边长了一个侧芽 这个品种很有意思 别人的侧芽都是从杆子上长的 而它是从一侧长出来的 叶子有些软,看来是缺水了 初恋最近的状态也很好 叶片上当初装箱的时候留下的点点痕迹还没有消退 但颜色上的确实不错 像这盆现在有点缺水 我拿去给清清盆浇掉水 这盆初恋使用的涂颗粒比比较高 用浇水的方式我怕一次它水吸收不够 清盆的时间可以稍长一点 让它一次把水吸饱 这盆秋比特入秋以后的生长让我很开心 因为它一直是瘦长瘦长的叶片 入秋以后重新生长的叶片是短肥的 对盆紫珍珠一看就是很缺水的样子 叶片都会软 而且在别的紫色多肉在秋天里都仔细满满的情况下 它的叶片倒有些灰绿色 拿去好好给它清清盆 让它恢复一下状态吧 家里现在有两盆紫珍珠 到秋天的时候本来打算让江这两盆紫珍珠 给它合并成一盆的 所以这盆紫珍珠所以一直在焊着它 没有给它上个浇水 这一大盆紫珍珠和旁边这个紫丁香 终于如我所愿的摆在了一起 比美了 但是它们经过了一个夏天 好像损伤都有一点重 原来一个个大大的花头现在变得都比较小 按上去很细疏 好在中心叶片生长的还是比较好的 说明它的根系还都是没有问题 最近有时间还是把这盆紫珍珠和刚才那盆紫珍珠合并了吧 我还是喜欢满满当当的感觉 太飞糖放在这盆大碗下的旁边有些黯然失色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 偷偷又买了一颗小一点的太飞糖 到时候和这盆拼在一起住 哎 又大脸的 我又买肉肉了 这盆晚霞之舞颜色今年秋天能变成这样 实在是令我很意外 因为之前我也养过晚霞之舞 颜色从来没有出成这盆这个样子的 现在这盆晚霞之舞的颜色是肉肉园中 最能和那盆大晚霞颜色相媲美的肉肉了 和晚霞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叶片上有一圈 很细密的波浪边 就好像舞会上女孩子穿的舞裙上翻滚的波浪边一样 所以得名晚霞之舞吧 今天视频的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我这盆大的晚霞吧 这盆大晚霞最近的颜色和状态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好 形状越长越周正 颜色艳丽而奔放 有种浓烈而且厚重的油画版的质感 如果说我的那盆圣卡洛斯的美是含蓄而起圣洁的话 那么我这盆晚霞的美 它就是醉人而且迎面熄来的那一种 养肉肉一年多 这盆晚霞是我肉肉园中最为艳丽的一道色彩 好了今天就看到这里吧 紫色的肉肉还没有看完 下个视频接着看吧 大家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